也要這邊請教一下克倫 因為有兩岸的觀察家 特別提到說 現在可能兩岸之間的關係 已經從先經後正 變成了正經並行的時代了 你的觀察可以這麼說嗎 其實我是覺得說 哪一個先哪一個後 在現在來講 其實已經界線 已經沒有那麼明確了 也就是說 我們看過去談經濟的部分 其實它有很多也涉及到政治 那麼這一次 其實我是覺得說 從北京 我們看談的是什麼 兩岸事務官員 事務 它其實還是把它局限在 我們正常所認知的 這種政務運行這一塊 那未來所謂的政治這一塊 那就必須要授權了 也就是說 就國內辦的認知來講 你現在入委會 其實是還沒有我們講說 官方授權你 可以來討論政治這一塊 所以對他來講 其實就是兩個部門先熟悉 是 不過以前的政治經濟 彼此之間這樣子的一個界線 已經比較模糊了 而且綁手綁腳的情形 看起來是也慢慢的在鬆綁當中